今天的教學我會分享 我覺得大家都蠻在意的部分 就是屈腕的部分 手的屈腕要如何去執行 哪一種方法才可以做到正確的屈腕 我個人而言屈腕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左手的部分 右手的部分只要你握甲一開始握對的話 左手會是你的check point 會是你去確認你的屈腕是否正確的 所以在這一集我們會專注在左手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基礎動作 首先握甲一要握對 就像我之前講的 當你握甲握正確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到三個 手指頭與手掌的這個 英文叫knuckles 就是關節的部分 你應該可以看到三個 看到四個的話就表示你太強勢 看到兩個的話或甚至看不到 就表示你太弱勢 所以首先握甲要正確 尤其左手的部分 然後當然另外一個檢查的部分 就是骨口朝下你的右肩 這樣子就是正確的 那屈腕的部分 要如何去檢查是否正確 我平常的方法是 當你站直的時候 我們所想要的正確的趨往是直上直下 而不是左右 所以這個角度好 直上直下 而不是這樣子左右 左右的話你會發現感面就會開放等等 那 直上直下 這是趨往的部分 所以 這個做一個示範 假如我們直上 到頂點的時候 再一次喔 我們直上 然後旋轉到頂點 你就可以發現 你這個部分 其實是很平 還蠻平的 就一點點的一個角度 那就是對了 那像你太多的左右 就會變得太多的角度 太平順 但是表示你感面都會開放或者是關閉 所以 所以為什麼不要左右 而是直上直下的這樣釋放 使用趨往 趨往的部分 這樣才是正確的 那剛剛我其實 練習的方式 我剛剛其實有做到 已經有跟大家示範了 第一個部分 你練習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在教學的會說 那你站好 上直的時候 你先直直的趨往 然後再旋轉 然後再打 所以會有三個步驟 那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我個人會是比較喜歡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也是 手的位置都在一樣 就是趨往到 趕頭 面向九點鐘 的方向 然後再旋轉 所以你會發現 這也是 一個很平順的位置 所以 趨 所以大概是直的趨往 這樣子 才是正確的 然後再旋轉 那這趨往的部分 剛剛講到這個 這個動作趨往的部分 然後就會延伸到第二個部分 就是 就是 我們趨往角度 弄清楚之後 那就是趨往上肝到底要趨往多少 才是正確的 那大家可以看我 只要一般手 只要一般手這樣是平的話 零度的話 九十度 零度 再一次 零度 九十度 然後甚至 極限的話 可以到一百一十度 一百二十度 左右 然後每個人的手腕的柔軟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都會有一點差別 舉例來講 Sergio Garcia他的屈腕 就是非常誇張的 只要大家去看他的慢動作就會發現 他下肝的那一剎那 他的 Leg 他的 去產生那個延遲的部分是 比一般人還要多很多 所以他也是 就是 還蠻特別的 就身體素質是非常不一樣 就是這個屈腕的角度的程度 是因人而異 那上肝的部分 我們 我會建議大家說 不要一直屈腕到你的極限 因為屈腕到極限的話 你會給你手腕很多壓力 那你手腕很多壓力的時候 你就很有可能在下肝一開始 就會 就會釋放 就會先丟下來 因為這邊的壓力感覺太大 無法再繼續做延遲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屈腕的部分 一直到上肝下肝做延遲 就是 快擊到球的時候 那時候才應該是要極限的位置 而不是上肝的底點 是極限的位置 那 假如依照這個原理來講的話 我會建議說 90度 做到90度 即可 然後甚至 現在很多新的教學方法 或者你看新的 選手啊 像是John Run 還是 包括我自己也是 就是屈腕其實不多 就是要90度 甚至七八十度 然後在下肝那一剎那 上肝轉 銜接到下肝那一剎那 再去產生出更多的屈腕 然後去極限化 然後再打出最遠的距離 所以 我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部分 屈腕的角度 直上直下 不要左右 然後第二個部分 屈腕的程度 是應該90度 是應該90度 或者是 少一點 不要多 寧可少也不要多 那我們 現在做一個動作 90度 像這樣子的話 還沒有90度 幾乎快90度 旋轉 這個就是一碰好的頂點 然後也可以看到 手腕這個部分 是非常的 是成一條線 所以是很OK的 角度 擀面角度也很好 然後握擀擋 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另外一個部分 今天想解釋的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 我們回到這9點鐘 90度 這邊90度 快90度 然後通常會做一些動作 像是 把右手放在 擀身一半的部分 然後去做旋轉 然後甚至下肝 旋轉 下肝 那這個 示範呢 我要讓大家 我是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 其實你的手腕 左手腕 都幾乎很少動 因為 你手腕只要 到90度之後 其實都只是靠身體旋轉 去達到正確的位置 甚至一直到快 急到球的時候 手也是一樣的位置 然後手腕只是被最後 被動式的 釋放 然後這樣才會產生出最遠的距離 那我們講的延遲的部分 這個就跟你的 下肝 你的左腳踩下去的那個感覺 這邊會繼續延遲下去 而去釋放 所以 趨腕的部分 很多人有一些舊的觀念 就是說 你要 刻意用手腕 手腕 去釋放 去擊球 但其實是 錯誤的 其實是呢 你 去 手腕 趨腕 趨腕到一個程度 旋轉 然後 手腕一直在被動式的去釋放 然後去擊球 因為這樣 你已經會被看到說 大家的手的部分 都會在球的前面 除了一毫目 還以外 那大的部分就是 手腕是在最後被釋放的部分 這樣力量才會被 極限化 極限化的去使用出來 練習的方式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 直上 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直上 直上 旋轉 擊球 第二個 就是我比較喜歡的 這樣子 在你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先 到九點鐘 另外一隻手放這裡 旋轉 回來 再一次旋轉 回來 再一次旋轉 然後再去踢球 我常常做一個練習 我會把左手放在下面 握把的下面 左手在下面 然後去揮竿 然後你會發現 這樣子比較容易用左手去驅腕 假如你右手在下 感覺不出來的話 因為很多人 右手比較 右皮質的話 比較有力 他們喜歡用右手去 去做驅腕動作 但是其實 讓左手來踢到 會比較容易找到正確的位置 還有正確的軌道 所以我另外一個練習方式 常常會做這樣子 左手在下 揮竿 好 你無論如何